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豉油雞大家就吃得多了 但原來豉油雞的豉油和橙皮的香味 其實是非常合格的 不過有一點秘訣才可以令到它更出味 現在就告訴你 材料有雞腿、橙、豉油 這個豉油裡面是加上了生抽和老抽的 這個是橙酒和白酒醋 好,我們今天的程序 其實它也是一個豉油雞 這個豉油雞我們加了橙汁和橙皮 就會令到味道有點不同 味道是挺有趣的 我們先煎雞腿 我們先煎皮的麵 然後就關上中火 不要一次過燒焦它 由於雞腿 它真的不像一條魚般平面 所以你想煎得均勻地漂亮 就是要這樣有時動起角度 令到它不同的表面都可以碰到油 這個就是一個小秘技 在煎雞的同時我們就可以切好紅蔥頭 雞腿都煎到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暫時把它上碟 但是一會兒都會放進去再煮 那我們就先擺起它 然後我們煮熱的油 我們就用同一個鍋 爆香紅蔥頭碎 其實就不用太大火 因為我們盡量都不想爆焦那些紅蔥頭 爆軟那些紅蔥頭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橙皮酒 但是記住 加酒的時候 就要把它離開火 如果不然就可能一下子燒到你自己 這個是橙皮酒 如果你想再香一點 就再加一點玫瑰露 選擇的 然後把它放回火裡 它已經燒不住了 好厲害 那你聞到那些酒精的味道 已經揮發了之後 你就可以再加一點白酒醋 其實白酒醋是用來平衡 那個橙的甜味 有時候 就這樣加橙汁 這件事會太甜 然後我們加上醬油汁 然後就把醬油墊放進去 然後就加上醬油 然後加上醬油 然後再加進去 我們先把醬汁吸收 看到它快要乾的時候 就可以加點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 把半個橙汁 然後半個橙汁 即是為了好一點 就切些橙片 首先拿些橙汁 由於雞腿剛才還沒煎熟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在醬油橙汁裡 大約煮8分鐘 現在煮了大約8分鐘之後 它終於看到它的醬汁開始很濃稠 然後雞腿也看到它上色 已經入味了 我們就可以上碟 把雞腿放在碟上 關火之後 然後呢 就要把一些橙皮 橙皮碎 磨在醬汁裡 那為什麼要關火才做這件事呢 因為橙皮裡面的香味 其實它發揮得最好的就是 七十多八十度 現在關火之後 降溫 現在就是七十幾八十度 如果太高溫的話 它就會全部揮發了 所以它就會沒有味 記得 磨橙皮 就不要磨到白色的地方 否則就會很濃稠 然後把這個醬汁 淋上雞皮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